上年政策出台是一步步的 一出,几家公司都会受到影响 你觉得今次是否网信办好像过完年 政策会否短期内都会比较频密的出台 你觉得这个阶段 譬如腾讯都会受压 你觉得是一个吸纳的时机 还是暂时投资者都应该被避开 要留意到底是从一个短线还是中长线部署 如果对应上年高位在700元流上 到现在400多元都已经有不少幅度的调整 对中长线的投资来说 其实都是属于一个吸纳的时机 因为暂时去看400元的支持都是比较大 变成了现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大概是由430元到400元的时候 那个下行空间都换到一成的时候 对中长线投资的风险就不太大 但是作为一个短线部署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拨打底的状况 如果你说现阶段去入 仍然会有一个压价风险的时候 相对上就未必是这么适合 如果你说对于短线的投资者 可能等股价开始会有一个传定的迹象 或者似乎就开始回升 比如在410元的位置 就已经有这个买款开始吸纳的时候 那个时间才部署入市就会比较安全一些 Thomas的说法是即使反弹 现在还未是一个好的时机 可否这样解读呢 暂时会是的 因为刚才也有说到 外围的局势都是不稳的时候 这个因素对于大的限制权重复 其中是腾讯 都会在今天受压的机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看好一点才入市会比较安全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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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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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